黃毓民議員 謝謝主席 一帶一路是什麼呢? 還是一路一帶呢?我都不知道 我看過資料,實話都沒有一撇 見微諸誌看到這份文件 其實我們是說律政司在有關行政長官2016年施政報告的簡報 我留意到 在文件對政策次序和篇幅的鋪排 就是知道你老哥不務正業 揣摩上以拆顏官式 說什麼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都關你什麼事呢? 是不是? 二至八業都是說經濟發展的 然後呢 法治管治選舉及地區行政呢 就是兩業 其實一業半就是八至九業 即是 施政報告六八九就要拆鞋揣摩上以 於是硬推一帶一路 說到九十幾次 那五十幾次有人數過他 不知道四十幾次 在施政報告裡面 是不是? 真是有關香港的大政方針就不說 是不是? 好了 即是看到人家已經討厭了 上糧不正就下糧歪 捍衛香港司法的首長 都要跟風 在文件裡面呱呱其談 一帶一路的機遇 是不是? 香港的法律專業本來就已經很... 即是非常國際法的 尋找商機就不需要律政司司長去操心 是不是? 現在有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你不就混合他一份 是不是?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什麼呢? 好像你文件第九段裡面說 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普通法司法管理區 在一國兩制原則之下 香港奉行 國際社會熟悉的普通法制度 香港法院 以高水準和享有司法獨立見稱 現在香港人最後的防線就是司法 一旦普通法的法制赤化香港淪為內地城市之一 那就玩完了 你最大的責任就是捍衛香港司法制度 捍衛香港司法獨立 捍衛一國兩制 是不是? 這是很清楚的嗎? 同一段你都說 我們具備有另外一個優勢 就是跟內地擁有共同議員和文化 但是很多香港人未必同意 你這個說法 但是是不是優勢呢?見仁見智 但是有一件事一定要強調 在司法和法律事務方面 我們跟內地是截然不同的 銅鑼灣書店事件就是一個例子 《基本法保障人身自由》第28條定命 香港居民不受任意及非法抵捕、拘留、監禁 銅鑼灣書局事件很明顯就是夾人回去 你敢說不是嗎? 內地的公安機構也不敢說不是 是嗎? 那你說香港人 《基本法保障的不受逮捕》 你保不保障在這裡呢? 袁岳強 另外一地兩檢 或者兩地兩檢 是律政司 這一年以來 我想最重要的未來 最重要的挑戰 在文件裡面隻字不提 是嗎? 反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在公務小組說 未來兩三個月都不可能定律一地兩檢的細節 如果承認工程去到臨界點的時候 都沒有解決辦法 就是兩地兩檢是唯一的選擇 這個說法明顯跟你不同 是嗎? 我記得司長去年在北京的公開講話 就跟這個港澳辦法律司司長黃柳權開會之後 你就說 雙方已經在法律上達成局勢 實施一地兩檢 容許內地執法人員來香港執法 也是無可避免 內地執法人員會對西九總站執法 司長一方面 否定修改《基本法》的可能 另外一方面就無視第八條、第十八條 限制引入內地法律的規定 你根本就無力維護一國兩制 愧為律政司司長 講完 講一下意見你需不需要回應? 主席,我想我希望作一些回應 因為我絕對不可以認同 黃毓民議員那些以片概存的一些意見 或者因為時間關係 我很簡短地去作出一個回應 第一,文件裏面 其實我們一開宗明議已經是說 法律政司往後會繼續維護香港的法治 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 第二,一帶一路和其他經濟的措施 我相信可能是黃毓民議員 可能對法律和經濟發展的關題 不是太過明白 我看完你那份文件 你講國際仲裁 講相關的法律 但我認為不關你的事 不需要你操心 不需要用六頁、七頁子來講這件事 你選擇我,為什麼要用六、七頁子來講 你可以說和法律的關係 我有看的,你別說我沒有看 黃毓民議員 請你保持身體 你也不懂,一帶一路有什麼內涵 黃毓民議員 有什麼內容 黃毓民議員,我最後一次警告 你不用警告我,我現在要走 OK 市長 是 無論黃毓民議員 留下也好 或者走也好 我都需要澄清 就是說 其實法律和經濟發展 有一個很密切的關題 這個呢 在不同的研究裏面 都顯示 所以呢 其實在律政司推行我們相關的政策裏面 我們也都 是要兼顧法律和香港的經濟發展 第二呢 就是香港的法律專業和解決爭議 服務業界裏面呢 包括是仲裁也好、條街也好 是對這一方面的發展呢 是非常之關注 包括呢 是一帶一路的發展 這個業界呢 是非常關注的 我可以舉個例 大律師公會主席在場 我可以舉個例 就是大律師公會主席在2015年的 連結報告裏面呢 也都是有一段呢 是講一帶一路 大律師公會 就這個內地發展的委員會裏面呢 也都呢 是有談及一帶一路 那所以這個呢 不只是我們政府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聽 無論是不同的專業界別 或者商界呢 對這一個的情況呢 是非常之關注 第三個也都希望強調呢 就是說 這個事情呢 其實是在整個世界裏面呢 好似在我 在這個法律年度開始說 就說 一帶一路也好 或者美國的牽頭的TPP也好呢 其實是現在各界都是非常關注 若說我們香港不做一些長遠的規劃工作呢 我們一定會是比亞洲其他的國家 特別是被視為是香港的一些競爭對象的國家呢 我們呢可能會是落後 這個我們是必定要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呢 很長遠的規劃 而且呢 要是早起步去做這件事 至於說一地兩檢裡面呢 對不起 甚至我不可以跟黃毓民議員剛才所說的 那個 又是 quote out of context 的一個情況 我跟張局長所說的話呢 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一直都是說呢 我們是希望 在一國兩制和符合基本法的框架之下呢 是做到這一個一地兩檢的事情 而我們所說的共識呢 我們不是說已經就那個方案 有共識 所以呢 希望呢 黃毓民議員呢 不要再以騙概全地去說一些誤道的話 多謝主席 我不是誤道 我現在說你的比重有問題 你人權法治做什麼講一頁啊 是不是 黃毓民議員在我 日地兩檢的一隻字不是 黃毓民議員在我未叫你 給你說話之前 請你保持疑 我比重問題 請你保持肅政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是 黃毓民議員